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克雷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总理是一个很困难的职位 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如此 有时甚至关于着装都会受到抨击 在17年马克龙担任总统后 伊丽莎白·伯恩的部长之路起始于交通部 并着手对国营铁饭碗SNCF的改革 19年 因为当时的环保部部长爆出公款吃喝丑闻 在保留交通部部长职务的同时 被火速任命为环保部部长 20年 他被任命为法国劳工部部长 其工作履历中 推动生态转型和退休制度改革等经验 符合新一届政府的优先事项 口罩令被取消 口罩制造商怎么办 法国政府宣布自5月16日星期一起 持续近两年的强制口罩令正式解除 有人欢喜有人愁 向往自由的法国人大声欢呼万岁之鱼 口罩生产商该何去何从 在疫情前 口罩这玩意儿就是赔钱货 白送都没人要 毕竟戴着口罩往大街上一站 是个人都会多看你两眼 但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原来的赔钱货变成了金子 有价无市 买股票都不带这么刺激的 有很多老板看到了商机 纷纷开启了口罩厂 老外本来还看着中国的疫情幸灾乐祸 到了他们自己国内爆发疫情 口罩一样千金难求 而如今 随着强制口罩令的取消 口罩需求再次暴跌 这些制造口罩的企业下一步该如何走 和任何风口一样 进场早吃肉 进场晚喝汤 再晚一点只能接盘 市场有自己的规律 赚够的美滋滋离场 没赚到钱甚至还亏了的只能流眼泪落 工资的确涨了 但购买力仍在下降 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 法国人的工资却没能跟得上 物价持续上涨 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食品方面 根据法国法律规定 当通胀率超过20% 最低工资将会进行自动调整 最低工资已经在去年10月1日上调了2.2% 并在1月1日再度上调0.9% 5月1日上涨2.65% 虽然加起来高于通货膨胀率 但这只是最低工资而已 根据日前公布的 基本月薪增长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所有雇员的基本小时工资增长了1.1% 法国人的工资将在一年内增长2.3% 然而直至4月底 法国的通胀率为4.8% 显然工资的增长并不足以抵消通货膨胀率 随着暑假的临近 又是一波集中消费 皆有我们的钱包将压力山大 游泳不许穿得太保守 这项新法令遭争议 5月16日 格伦诺布尔市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 在市政游泳池中授权布基尼的法案 在法国引起了爆炸性的争议 布基尼不是比基尼 前者暴露 后者则是一种极端保守 符合穆斯林文化的泳衣 76年前 世界上最小的泳衣比基尼横空出世 轰动世界 在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下 人们将比基尼视为洪水猛兽 政府甚至已有伤风化的理由 在海滩上抓捕着比基尼女郎 经过无数时尚先锋的长期抗争 人们慢慢地接受了比基尼的时尚文化 而现如今 在最时髦开放的法国 女性却因为泳衣过于保守而被逮捕 大面积遮盖女性身体 只露出脸部 双手和双脚的布基尼 让时尚警察们重新上岗 要将穿着保守的女性绳之于法 无论是比基尼还是布基尼 裸露还是遮盖 为什么女性都难逃因为穿着而被逮捕的命运 难道女性没有 决定自己穿着的权利吗